广府文化处有着要提供外图 要一个店家加一个围厕角落的行列 在店里的一个地方康夕 让大家自由外图 苏格期间广府和方台文教金飞 以及台湾公益CEO协会合作 基本第1提出的自动文合作作行 就带到参目的小孩来到这些店家参访 做出了解业家的理念 并下出困念在地的故事 让他们能见到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小朋友坐在大厨家 听有经验的大高 和他们分享彩虹的重点 这只是压队的开始 稍后还有很多感受 要背叛他们去进行每一个行程 觉得这个活动应该可以让我作文的能力 更加进步 然后不会想要被老师定证 还有血流水这样的作文 去年写到如何写作的技巧 所以今年想要更精进的 对 有人是第2次来参加 也有校园是头1次的家立 因为本学創作是会年表达了一种重要的方式 而且这次的創作员 要带他们去参访有主地 也有特殊的所在 我们去串联的云林县 很多乡镇的各行各业 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围色角落 从小就让他们萌芽在每个心里面 就是用走读 用看的 用听的 用写的 用想的 让围色角落 或是阅读 在他们创作里面成为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年 你当文学創作员 可以基盘第二推出 就是因为有方台文教基金会的协作 当年刚才一天 管夫也要请基金会 作为来参加 让孩子了解 要丁销这个机会好好学习 你要用心去体验 你要投入你的情感 我觉得 你们才能够写出很有感情 很有基地的一个文章 打从心里面的一个感动 真的才能够真的对这块土地 是对你们的情感值得留守注意 未来这三天 将是你们以后长大成人以后 忘不了的三天 那这三天呢 你们看到很多云林的点点滴滴 生活经历生活理念 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以参峰围测角落的点滴 作为了解地方 涉及彩虹内容的主题 让孩子没有上苦的感觉 也感觉 请你实在不一样的行业 知道选于婚姻的故事 记者 林玲林 彩虹报道